也有另一位观众,Mamamia问 他可否也说了700,值不值博呢? 现在的状态已经清仓了 就是完全没有港股,什么仓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不会只清仓700 如果什么都没有仓,又有钱在手 刚才一开始说,我想这些市况 你说大住就真的不建议了 但是他有说过,如果你想玩一下 少住一点,可以的 也明白有时候大家有点心欲欲 因为港股满了很久 或者可能真的这么好地,之前一路走完 都没有吃过这一股跌幅,没什么压力 是因为始终下了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港股满下其实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而腾讯当然,从基本面就一般一点 正如刚才说,业绩又不太好 虽然管理层下半年说,成本控制好一点 有机会有回到增长 但是你也糟了,一只踢股,一只增长股 你靠省成本省回来的,这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长远都是看业务的增长 这个始终会有少少暴漏 但是,腾讯的估值都调到相对合理 十多倍的PE上的一个低 所以我觉得,你以一个短期走势上说 有条件可能反弹了一点 当然,过去有Nespas的减持 都压了很久 但是现在因为业绩都过了 可能慢慢有机会做回购 有机会顶得到一点 所以,如果纯粹从一个短线操作那里 我觉得可以想想 还有,走势近期都会好一点 因为一来都突破10天、20天线两天了 也明显扭转过去的趋势 而且,RSI其实9天到60 其实它算强的 如果60来说,能够上到50之余 是偏离50多一段位置 所以纯粹从短期的股价斗势 可能慢慢挑战回接近304 这些位置有机会 如果这些位置博 以304做一个很短的目标 我觉得OK 而下面的很简单地 大概309、310附近做的指示 其实这个亏损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真的纯粹从一个短线操作来说 我觉得可以想一想 好 关注 好